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ERP沙盘模拟经营实讯教程 作者是李玉良、张月超 第九章 仿真企业经营绩效评价与分析 企业评价是揭示企业内在价值和提供创造价值途径的行为 因而企业评价有明显的导向性 几年经营下来 大家一定都很关注自己的业绩 本章主要从市场角度、财务角度和综合绩效评估三个方面对企业进行评价 第一节 市场视角分析竞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 企业要想求得生存与发展 就必须适应这样一个客观环境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超越竞争对手、赢得顾客和市场 是企业必须面对的事实 因此 针对市场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 制定正确的营销战略 是保证企业经营目标实现的关键 一、市场信息的获得商业情报有助于发展企业的核心能力 是强化和改变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 谁掌握情报 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主动的地位 谁就能赢得时间、市场和利润 二、市场分析 市场分析在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模拟竞争中主要体现在 易资料分析在企业经营模拟课程中 市场预测是各企业能够得到的 关于产品市场需求预测的 唯一可以参考的有价值的信息 与市场预测的分析 与企业的营销方案策划息息相关 在市场预测中发布了近几年 关于行业产品市场的预测资料 包括各市场 各产品的总需求量 价格情况 客户关于技术及产品的质量要求等 图9-1所示的是1-8年本地市场P系列产品预测资料 图A中的横座标代表年 纵座标上标注的数字代表产品数量 各产品注行的高度代表该产品某年的市场预测需求总量 图B标示了1-8年P系列产品的价格趋向 横座标表示年 纵座标表示价格 在市场预测中 除了直观的图形描述外 还用文字形式加以说明 其中尤其需要注意 客户关于技术及产品的质量要求等细节 图9-1本地市场P系列产品的需求预测2 竞争者分析 营销总监也会通过实地调查或其他途径了解同行业竞争对手的情况 例如 他们研发了哪些产品 开拓了哪些市场 生产能力如何 资本结构如何 竞争对手分析有利于企业合理利用资源 开展竞争与合作 3-目标市场的营销策略 以营销策略内容 企业的目标市场营销包括三个步骤 市场细分 选择目标市场 市场定位 市场细分的实质是顾客分类 它是企业实施目标市场营销的前提 目标市场是企业你为之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顾客群 企业可以在无差异性营销策略 差异性营销策略 集中性营销策略 这三种目标市场策略中选择一种 市场定位的实质是通过强化或放大企业及其产品的某个些有意义的因素 使之形成与众不同的特定形象 它是企业实施目标市场营销的最后步骤 在竞争模拟中已经对市场做了细分 讲师应引导学员在目标市场的选择 营销战略的制定上下功夫 二产品生命周期中的营销策略 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企业在制定某项产品的营销战略时 需要认真分析该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并依据产品所在阶段的各特点 制定与各阶段特点相适应的营销战略 一、导入阶段的营销战略 收听这个阶段的特点是 顾客对于产品不熟悉 企业开拓市场的费用较高 因此 产品营销的重点对象 应是那些购买愿望最为强烈的消费者 有四种导入期的营销战略 即快速撇支战略 高价高促销战略 缓慢撇支战略 高价低促销战略 快速渗透战略 低价高促销战略 缓慢渗透战略 低价低促销战略 二、成长阶段的营销战略 该阶段的特点是 产品经过导入阶段的市场开拓 消费者已熟知其特点 重复购买数量增加 吸引了更多顾客进行购买 产品销售和利润的增长 引来了新的竞争者 致使市场进一步细分 产品的功能和特色多样化 营销渠道进一步拓宽 针对这些特点 企业采用的营销战略有 一是改进质量 增加特色 提高竞争力 二是进入新的细分市场 三是扩大营销网点 开辟新的分销渠道 四是改变广告宣传目标 由建立产品形象 转移到争取消费者购买 五是对于对价格较为敏感的消费者 以低价销售 三 成熟阶段的营销战略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 行业生产能力过剩 竞争者往往采用价格战 巩固其市场地位 企业在这一阶段 采取的营销战略有 市场改进 产品改进 和营销组合改进 四 衰退阶段的营销战略 此阶段企业 可以采用五种衰退战略 一 增加对于该类产品的投资数量 使自身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 二 在行业存在不确定因素时 企业维持现有的投资水平 三 企业有选择的降低 该类产品的投资 加强对有顾客需求的 产品项目的投资 四 从该类产品中 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 以便快速回收投资 五 用有力的方式 处理与该类产品相关的资产 迅速放弃 该项产品的经营业务 四 广告分析 一 广告决策 广告决策 是促销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告策划 必须与企业的整体促销策划相配合 广告决策 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 确定广告目标 企业的广告目标 可分为三种类型 通知型广告目标 主要用于新产品的市场导入阶段 说服型广告目标 主要用于产品的成长期 尤其是存在竞争性产品时 提醒型广告目标 主要用于产品的成熟期 二 编制广告预算 广告预算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 通常是一年 投入广告活动的费用计划 影响广告预算的因素有 产品的生命周期 市场份额大小 竞争状况 行业特点 三 设计广告策略 设计广告策略 即进行广告创意决策 它必须以广告目标决策为核心 解决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 具体工作步骤是 确定广告主题 确定广告的表现形式 四 选择广告媒体 广告媒体 是指在广告主体与广告对象之间起信息传递作用的物质或工具 广告媒体的种类很多 其中 报纸 杂志 广播 电视 是四种最常见的大众广告媒体 五 广告效果 评估广告效果 是指广告通过媒体传播后所产生的影响 具体表现为沟通效果和销售效果两个方面 二 广告效益分析 广告投入产出 分析式评价广告投入收益率的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 广告投入产出比等于订单销售额 广告投入 广告投入产出分析 用来比较各企业 在广告投入上的差异 这个指标告诉经营者 本公司与竞争对手之间 在广告投入策略上的差距 以警示营销总监深入分析市场和竞争对手 寻求节约成本以策略取胜的突破口 图九杠二中比较了第一年 AL12的企业的广告投入产出比 从中可以看出 AL企业每1M的广告投入 为它带来6.75M的销售收入 因此广告投入产出比胜过其他企业 图九杠三中展示了各企业8年的累计广告产出比 从中可以看出 经过8年的经营 C企业在分析市场 制定营销计划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其广告投入产出比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企业 图九杠二第一年 各企业广告投入产出比图九杠三八年 各企业累计广告 投入产出比五 市场占有率分析宜 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占有率分析 通常 企业的销售绩效并未反映出 相对于其竞争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 如果企业销售额增加了 可能是由于企业所处的整个经济环境的发展 或者可能是因为其市场营销工作较之其竞争者有相对改善 市场占有率正是提出了一般的环境影响来考察企业本身的经营工作状况 如果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升高 表明它较其竞争者的情况更好 如果下降 则说明相对于竞争者其绩效较差 二 如何定义市场占有率 一 全部市场占有率 全部市场占有率 以企业的销售额占全行业销售额的百分比来表示 使用这种测量方法必须做两项决策 第一是要以单位销售量或以销售额来表示市场占有率 第二是正确认定行业的范围 及明确本行业所应包括的产品、市场等 二 可达市场占有率 可达市场占有率 以其销售额占企业所服务市场的百分比来表示 所谓可达市场就是 一 企业产品最适合的市场 二 企业市场营销力所能及的市场 企业可能有近100%的可达市场占有率 却只有相对较小百分比的全部市场占有率 三 相对市场占有率 相对于三个最大竞争者 相对市场占有率 相对于三个最大竞争者 以企业销售额对最大的三个竞争者的销售额总和的百分比来表示 如某企业有30%的市场占有率 其最大的三个竞争者的市场占有率 分别为20%、10%、10% 则该企业的相对市场占有率是340等于七五百分号 一般情况下 相对市场占有率高于33%级被认为是强势的 四 相对市场占有率相对于市场领导竞争者 相对市场占有率相对于市场领导竞争者 以企业销售额相对市场领导竞争者的销售额的百分比来表示 相对市场占有率超过100% 表明该企业是市场领导者 相对市场占有率等于100% 表明企业与市场领导竞争者同为市场领导者 相对市场占有率的增加 表明企业正接近市场领导竞争者 三 如何进行市场占有率分析 了解企业市场占有率之后 尚需正确解释市场占有率变动的原因 市场占有率指标可以按销售数量统计 也可以按销售收入统计 这两个指标综合评定了 企业在市场中销售产品的能力和获取利润的能力 可以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分析 一是横向分析 二是纵向分析 横向分析是对同一期间 各企业市场占有率的数据进行对比 用以确定某企业在本年度的市场地位 纵向分析是对同一企业 不同年度市场占有率的数据进行对比 由此可以看到 企业历年来市场占有率的变化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成长的历程 一 综合市场占有率 分析综合市场占有率 是指某企业在某个市场上 全部产品的销售数量收入 与该市场全部企业全部产品的销售数量收入之比 从图9-4中可以看出 在该市场上 BL企业因为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 而成为市场领导者 某市场某企业的综合市场占有率 等于该企业在该市场上 全部产品的销售数量收入全部企业 在该市场上 各类产品总销售数量收入 乘100%图9-4 综合市场占有率分析 二 产品市场占有率分析 了解企业在各个市场的占有率 仅仅是第一步 如果能够进一步确知 企业生产的各类产品 在各个市场的占有率 对企业分析市场 确定竞争优势也是非常必要的 某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等于该企业在该市场上销售该产品的总数量收入市场上该类产品 总销售数量收入乘100%第二节财务视角分析不同企业经营成果的差异 是由决策引起的 而决策需要以准确集成的数据为支撑 财务是企业全局信息的集合地 是数据的主要提供者 财务提供的分析数据 可以通过各种决策 指导企业各项业务的开展 一 财务分析的基本方法 财务分析的方法 一般有比率分析 比较分析 趋势分析 综合分析 图示分析等 一比率分析法 比率分析法 是利用两个财务指标之间的某种关系 通过计算它们之间的比率关系 来分析 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 和财务活动效果的一种分析方法 比率分析法 又可分为相关比率 构成比率 相关比率 是通过两个相互有关联的财务指标 相除之后得到的比率 财务分析中常见的相关比率 有人均销售额 人均利润率 资产利润率 权益资本收益率 二 构成比率法构成比率 是通过计算财务指标的各个构成部分 占总体的百分比之后得到的比率 常见的构成比率 一般会以销售额 资产总额 债务总额 利润总额构造出来 如市场占有率 流动资产比率 流动负债比率 利润构成比率等 三 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 是通过相同的财务指标 在不同期间 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对比分析 以确定其指标间的差异 或变动趋势的分析方法 如实际指标和历史指标的比较 实际指标与计划指标的比较等 四 趋势分析法 趋势分析法 就是利用企业某些重要的财务指标 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得到该指标发展的速度和强度 发展变化趋势指标 通常是对企业财务总量指标的分析 如资产规模 避润水平等 常常应用于企业的发展潜力 成长能力 获利能力 资本积累能力等方面 如将三个年度以上的数据 就相同的项目 做多年度高低走向的观察 以判断企业的发展趋向 五 综合分析法 综合分析法 即通过某些综合模型 所建立的指标间的联系 对财务指标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的方法 目前常用的综合分析法 有杜邦分析法 沃尔平分法 六图示分析法 图示分析法就是利用各种分析图表 将各种财务分析指标 进行比较分析的一种方法 图示分析法的最大特点就是直观 清楚 同时 还可以将多个因素 反映在一张图表之上 便于分析决策和财务控制程序的进行 二 财务能力分析 企业的财务能力 可以通过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指标 营运能力指标 和偿债能力指标进行分析 得到反应 指标可分为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 我们下面讲的主要是相对指标 我们称之为财务能力比率分析 一 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 获取利润的能力 在企业的财务评价体系中 盈利能力是核心 盈利能力分析是衡量企业是否具有活力 和发展前途的重要内容 企业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 即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 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利润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它不仅关系到企业所有者的利益 也是企业偿还债务 国家取得财政税收 企业职工获得劳动收入和福利保障的重要资金来源 因此 企业的所有者 债权人 政府有关部门 管理者 职工等有关各方 都十分关心企业的盈利能力 通过企业盈利能力的分析 可以有效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 发现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帮助有关各方进行正确决策 盈利能力从以下四个指标入手进行定量分析 它们是销售毛利率 销售利润率 总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 一 销售毛利率 销售盈利能力指标 销售毛利率表示每100元销售收入扣除销售成本后 有多少钱可用来弥补其他各项期间费用和形成盈利 销售毛利率反映了企业产品和商品销售的初始获利能力 是企业净利润的起点 但利润表反映的是企业所有产品的整体毛利率 不能反映每个产品对整体毛利的贡献 因此还应该按产品计算销售毛利率 销售毛利率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指标 在企业经营模拟课程中 它的计算公式为销售毛利率等于销售收入 直接成本销售收入 二销售利润率 销售盈利能力指标 销售利润率指标反映企业每100元销售收入 所实现的营业利润额 可用来衡量包括管理和销售活动在内的 整个经营活动的获利能力的大小 同时 营业利润率反映的是 未扣除利息支出的息税前利润水平 即反映企业销售收入扣除成本费用 不包括利息支出后的盈利能力 该比率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考察更趋全面 因为期间费用中 大部分是维持企业一定时期的生产经营能力 所必须发生的费用 因此只有将这部分费用从企业当期收入中扣除后 所剩余的部分才能构成企业稳定可靠的盈利能力 企业要想提高营业利润率 必须在保持一定销售规模的基础上 加强成本费用的控制 销售利润率是毛利率的延伸 是毛利减掉综合费用后的剩余 在沙盘模拟课程中 它的计算公式为销售利润率 等于折旧钱利润 销售收入等于毛利 综合费用销售收入本指标 代表了主营业务的实际利润 反映企业主营业务的好坏 两个企业可能在毛利率一样的情况下 最终的销售利润率不同 原因就是三项费用不同的结果 三、总资产收益率 资源盈利能力指标 总资产收益率指标 反映了企业资产利用的综合效果 即获利能力 也反映了企业利用自有资金 和债务资金总额 取得利润的能力 该指标数值越高越好 该指标越高 表明企业资产利用的效果越好 整个企业盈利能力越强 总资产收益率是反映企业资产的盈利能力的指标 它包含了财务杠杆概念的指标 它的计算公式为 总资产收益率等于稀税前利润、资产合计 四、所有者权益报酬率 投资回报能力指标 所有者权益报酬率 又称净资产收益率 或自有资金利润率 或主权资本利润率 是企业净利润额与所有者权益合计的比率 它的计算公式为 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净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所有者权益 报酬率指标反映每100元所有者权益 获得的利润 体现了企业所有者权益获取净收益的能力 是评价企业资本经营效益的核心指标 所有者权益报酬率反映所有者权益收入水平 该指标越高越好 说明投资者投入资本带来的收入越高 资本运营效益也越高 从而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 受保障的程度也会越高 总资产收益率和所有者权益报酬率 结合起来考虑 在总资产收益率相同的情况下 负债的比率不同 对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收益率 起着放大和缩小的作用 这主要是财务杠杆在起作用 也反映出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策略 2. 偿债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分析是指企业偿还各种到期债务的能力 偿债能力是企业财务能力分析的重要内容 通过偿债能力的分析 可以揭示企业的财务风险 无论是企业内部的管理者还是外部投资者 债权人都十分关心企业的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的衡量指标主要由四个指标构成 分别是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和资产负债率 短期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对一年内到期债务的清偿能力 由于企业到期债务一般均应以现金清偿 因此,短期偿债能力本质上是一种资产变现能力 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主要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等 一、流动比率该项比率从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程度的角度说明 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其比率值愈高 表明企业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程度愈高 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愈强 但从优化资本结构和提高资本金利用效率方面考虑 该比率值并非愈高愈好 因为比率值过高,可能表明企业的负债较少 没有充分发挥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 也可能是资产存量过大,资产利用效率不高 该指标的一般公认标准为2.0 我国目前的较好水平在1.5左右 流动比率的计算公式为流动比率等于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一般情况下 运营周期,流动资产中的应收账款数额和存货的周转速度 是影响流动比率的主要因素 2.速动比率 速动比率是从速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程度的角度说明 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其比率值愈高 表明企业速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程度愈高 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愈强 该指标的一般公认标准为1.0 我国目前的较好水平约为0.8 在计算速动比率时 之所以将存货从流动资产中剔除 是因为存货不具备速动资产的性质 存货相对于其他流动资产项目来说 不仅变现速度慢 而且可能由于积压、变质以及抵押等原因 而使其变现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甚至无法变现 事实上 除存货项目外 还有一些流动资产项目的变现速度也比较慢 甚至不能变现 如预付账款、贷摊费用等 因此 为了使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财务比率更为可信 这些项目也应从流动资产中扣除 即速动资产等于流动资产 存货、预付账款、代摊费用 在企业经营模拟课程中 其公式为速动比率等于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等于流动资产在制品、产成品、原材料流动负债影响 速动比率的可信性的重要因素 是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 账面上的应收账款不一定都能变现 也不一定非常可靠 三、现金比率 该比率是从静态现金支付能力的角度说明 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其指标值愈高 表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愈强 与速动比率的道理一样 该比率值过高 可能表明企业的现金存量过大 资产利用有失充分 因此 对该比率的评价应结合企业的资产结构 及其运用效率分析 其公式为现金比率等于现金流动负债长期偿债能力 是指公司清偿长期债务 期限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债务的能力 企业对长期债务的清偿义务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债务本金的偿还 二是债务利息的支付 因此 用于评价长期偿债能力的基本财务指标 主要有资产负债率和利息保障倍数两项 四 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是指企业在一定时点 通常为期末的负债总额对资产总额的比率 或者说 负债总额占资产总额的百分比 其公式为资产负债率等于负债资产该比率 是从总资产对总负债的保障程度的角度来说明 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 相对而言 其比率值愈低 表明企业资产对负债的保障程度愈高 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愈强 否则反之 企业利益主体的身份不同 看待该项指标的立场也就不同 从债权人的立场看 他们所关心的是贷款的安全程度 即能否按期足额地收回贷款本金和利息 至于其贷款能给企业股东带来多少利益 在他们看来则是无关紧要的 由于资产负债率与贷款安全程度具有反向线性关系 即资产负债率高 其贷款的安全程度低 反之 资产负债率低 则贷款的安全程度高 因此 作为企业债权人 他们总是希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越好 从股东的立场看 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举债的财务杠杆效益 即总资本报酬率是否高于介入的资本的利息率 若全部资本的报酬率高于介入资本利息率 则举债越多 企业收益也就越多 股东渴望获得的利益相应也就越大 反之 若全部资本的报酬率低于介入的资本利息率 则举债越多 企业损失就会越大 因此导致的股东损失也相应越大 可见 从股东方面看 当总资本报酬率高于借款利率时 资产负债率越大越好 否则反之 从经营者的立场看 他们所关心的通常是如何实现收益与风险的最佳组合 即以适度的风险获取最大的收益 在他们看来 若负债规模过大 资产负债率过高 将会给人以财务状况不佳 融资空间和发展潜力有限的评价 反之 若负债规模过小 资产负债率过低 又会给人以经营者缺乏风险意识 对企业发展前途信心不足的感觉 因此 他们在利用资产负债率进行介入资本决策时 将会全面考虑和充分预计负债经营的收益和风险 并在二者之间权衡利弊得失 以求实现收益和风险的最佳组合 在对该比率进行计算和分析利用时 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般企业资产负债率在60%至70%比较合理 稳健 当达到85%及以上时 企业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采取适当策略 但这一指标并不是绝对指标 需要根据企业本身的条件和市场情况判定 5. 利息保障倍数 以获利息倍数 以获利息倍数是指企业息税前利润对利息费用的比率 即以获利息倍数等于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其中 息税前利润等于营业收入 经营性成本等于税前利润总额加利息费用 该比率反映企业 息税前利润为所需支付利息的倍数 用于衡量企业偿付借款利息的能力 公式中的利息费用 不仅包括计入当期财务费用的利息费用 而且还应包括资本化的利息 因为利息作为企业对债权人的一项偿付义务 其性质并不因为企业的会计处理不同而变更 也就是说 无论是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 还是包括在长期资产价值中的利息 到期均需企业偿付 并且在正常情况下 这种偿付的资金来源不是现实的存量资产 而是与经营利润相对应的增量资产 相对而言 该比率值愈高 表明企业的复息能力愈强 否则反之 从长远看 该比率值至少应大于1 一般公认标准为3 也就是说 企业只有在税前 税前利润至少能够偿付债务利息的情况下 才具有负债的可行性 否则就不宜举债经营 但在短期内 即使企业的该比率值低于1 也可能仍有能力支付利息 因为用于计算的某些费用项目 不需要在当期支付现金 如折旧费 贪消费等 这些非付现却能从当期的销售收入中获得补偿的费用 是一种短期的营业现金流入 可用于支付利息 然而 这种支付是暂时的 随着时间的推延 企业如果不能改变其获利状况或缩减负债规模 则当即提折旧 贪消的资产需重置时 势必会发生支付困难 因此 从长期看 企业应连续比较多个会计年度 国外一般选择5年以上的利息保障倍数 以说明企业复息能力的稳定性 三 营运能力分析 资产营运能力分析 实际上是对企业总资产及其各个组成要素营运能力的分析 它可以用来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 管理水平 预测企业的发展前途 资产营运能力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 资产营运能力的结构分析和比率分析 其中 资产营运能力结构分析是原因的分析 用以揭示企业资产经营运作效率高低的原因 资产营运能力的比率分析是结果分析 用以揭示企业资产经营运作的结果 我们这里主要介绍营运能力的比率分析 企业营运能力的强弱主要通过资产管理效果的好坏来表现 而资产管理效果的好坏可以通过资产周转速度快慢 和资产利润率高低两方面表现 资产周转速度反映了企业资产周转使用效率的情况 而资产利润率则反映了企业资产盈利能力的情况 企业营运能力比率分析的内容 主要包括流动资产应收账款 存货周转速度分析 固定资产周转速度分析 总资产周转速度分析 现金流量效率分析和资产利润率分析等 1.应收账款周转率 周转次数反映企业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指标是 应收账款周转率或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应收账款周转率或称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是企业奢销收入净额与应收账款平均余额的比值 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应收账款 转为现金的平均次数 其计算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周转率周转次数等于当期奢销净额 当期平均应收账款等于当期奢销净额 期出应收账款加期末应收账款 二用时间表示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是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也叫平均应收账款回收期或平均收限期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表示企业 从取得应收账款的权利到收回款项转换为现金所需要的时间 其计算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周转率周转天数等于计算期天数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等于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乘计算期天数奢销收入净额应收账款的周转率越高 说明应收账款收账速度越快 账铃越短 流动性越强 管理效率越高 短期偿债能力也越强 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 可以减少收账费用和坏账损失 从而相对增加企业的流动资产的收益 借助应收账款周转期与企业信用期限的比较 可以评价客户的信用程度 及企业原定的信用政策的合理性 周转率可以以年为单位计算 也可以以计、月、周计算 二、存货周转率 存货在企业流动资产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 存货的周转速度对企业流动比率有着直接的影响 也表明企业在存货管理方面的效率 因此要特别注重对存货的分析 反映存货周转速度的指标是存货周转率或存货周转天数 存货周转率或称存货的周转次数是企业销货成本与存货平均余额的比值 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存货的周转次数 其计算公式如下 存货周转率、次数等于当期销售成本 当期平均存货等于当期销售成本 7出存货余额加7末存货余额 2存货周转率、天数 等于计算期天数存货周转次数 等于存货平均余额乘计算期天数销货成本存货的平均余额 等于7出存货加7末存货 2存货周转率是反映企业存货周转速度的指标 也是衡量企业在采购、储存、生产、销售等生产经营各环节中 存货运营效率的综合性指标 在正常情况下 企业的存货周转率越高越好 存货的周转天数越短越好 一般来说 该指标越高 说明存货的周转次数越多 变现速度越快 存货占用水平越低 流动性越强 管理效率越高 短期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也越强 该指标的高低 不仅反映了企业存货的管理水平 也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 是整个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分析该指标时应注意 该指标过高 并不能完全说明企业的存货状况良好 这有可能意味着企业存货不足 产品脱销 也可能是反映企业的生产规模过小 达不到规模效益对存货的数量要求 而该指标过低 可能意味着生产组织无序 生产线过长 存货积压浪费 或存货中出现了残次的商品和产品 存货不能储备过少 造成生产中断或销售紧张 也不能储存过多 形成呆滞积压 应保持结构合理 质量可靠 总之 这个指标可以反映企业中购 产 销 存的衔接程度 衔接的好 原材料适合生产的需要 没有过量的原料 产成品 商品 适合销售的需要 没有积压 3.固定资产周转速度分析 反映企业固定资产周转速度的指标 是固定资产的周转率 或固定资产的周转天数 固定资产周转率 或称固定资产周转次数 是企业销售收入与固定资产平均余额的比值 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固定资产的周转次数 其计算公式为固定资产周转率 天数等于计算期天数 固定资产周转次数 等于固定资产平均值 乘计算期天数 销售收入净值 销售收入净值 等于销售收入 销售折扣与折让固定资产平均净值 等于 7出固定资产净值 加7末固定资产净值 2固定资产周转率是反映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状况和利用效率的指标 一般情况下 固定资产周转率越高 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越高 且投资得当 结构合理 则企业的营运能力越强 反之亦然 固定资产周转率 这项指标的含义是 固定资产占用的资金参加了几次经营周转 赚了几次钱 用以评价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 及产能是否充分发挥 以制造产业为例 一台设备 价值100万元 年折就10万元 生产的产品单价100元每件 净利润为10元 如果年生产5万件 用平均固定资产 左元括号100加96元括号 除以2等于95万元的设备 资金收入了 500万元 参加了5次多的周转 净利润50万元 如果年生产1万件 用平均固定资产 左元括号100加96元括号 除以2等于95万元的设备 资金收入了 100万元 参加了一次多的周转 净利润10万元 显然 后者资产的利用效率不高 赚的利润不多 因此 资产周转率越高 企业资金周转越快 赚钱的速度越快 赚的钱就越多 4. 总资产周转率 反映企业总资产周转率的指标 是总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天数 总资产周转率 或称总资产周转次数 是指企业销售收入净额 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即企业的总资产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周转的次数 其公式为 七出资产总额加七末资产总额二总资产周转率 是反映企业资产总额周转速度的指标 它反映了企业的总资产在一定时期内创造了多少销售收入或周转额 如果该指标越高 总资产周转天数越少 整体资产的周转速度越快 说明企业的销售能力越强 营运能力也越强 随之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也得到增强 如果该指标太低 说明收入不足或资产闲置浪费 企业可以采取薄利多销 提高销售收入或处理多余的资产等方法 加速资产的周转 提高各项资产的利用程度 以增加利润的绝对额 在分析该指标时 要结合流动资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通过对该指标的分析 可以了解企业各年度总资产运营效率 及其变化 发现企业与同类企业 在资产利用上存在的差距 促进企业挖掘潜力 积极创收 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资产利用效率 该指标经常和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一起使用 全面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 四综合能力分析财务比率的分析 只是从某一侧面说明 企业的财务或经营状况 因而基于这种分别评价所形成的 对企业财务的认识 也只是一种局部的 分散的认识 而非整体的 综合的认识 要想通过财务分析与评价 获得对企业财务的整体认识 有赖于将上述各个方面 按内在逻辑结合起来 进行联系分析和综合评价 这种综合评价 有度帮财务分析系统 和财务状况综合评分法 综合评分法 是财务分析与评价的一类重要方法 它不仅能够获得高度概括的 综合的评价结论 而且方法本身具有直观 易于理解的优点 主要有沃尔评分法 和现代综合评分法 以下就以现代综合评分方法为例 简单介绍一下 一般认为 企业财务分析与评价的内容 主要是获利能力 其次是偿债能力 此外还有成长能力 三者之间 大致可按532来分配比重 反映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标是 总资产净利率 销售净利率 和净资产报酬率 虽然净资产报酬率最重要 但由于前两个指标 已经分别使用了总资产和净利 为减少重复影响 三个指标可按221安排 偿债能力有四个常用指标 成长能力有三个常用指标 如表9-1所示 表9-1现代综合评分法指标 盈利能力 5.总资产净利率 2.销售净利率 2.净资产报酬率 1.偿债能力 3.自有资本比率 25.流动比率 1.25成长能力 2.销售收入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 净资产成长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1.25存货周转率 1.25成长能力 表示企业是否具有持续盈利能力 成长能力指标 由三个指标组成 销售收入成长率 利润增长率 和净资产成长率 这三个指标 分别衡量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比率 利润的增长比率 和净资产的增长比率方面的指标 三个指标越高越好 计算公式分别为 1.销售收入成长率 销售收入成长率 等于本期销售收入 上期销售收入 上期销售收入 2.利润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 等于本期利息前利润 上期利息前利润 上期利息前利润 3.净资产成长率 净资产成长率 等于本期净资产 上期净资产 上期净资产5 图表法分析9-5企业能力雷达图 经营业绩 综合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与行业 或特定的对手相比 发现自己的差距 以便在日后的经营中加以改进 在模拟训练中 一般参加训练的多个公司 是同一个行业的 所进行的分析 可以理解为同行业中的对比分析 以发现自己公司与行业的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别 计算出了企业的各项经营比率后 各项单个的数据 给人的印象是散乱的 我们无法判断企业整体的经营 在同行业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 而通过图表 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数据的各种特征 雷达图是专门用来进行 多指标体系分析的专业图表 雷达图通常由一组坐标轴 和三个同心圆构成 每个坐标轴代表一个指标 同心圆中最小的圆表示最差水平 或是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 中间的圆表示标准水平或是平均水平 最大的圆表示最佳水平或是平均水平的1.5倍 其中中间的圆与外圆之间的区域称为标准区 如图9-5所示 在雷达图上 企业的各项经营指标比率分别标在相应的坐标轴上 并用线段将个坐标轴上的点连接起来 图中坐标值意为行业的平均值 如果某项指标位于平均线以内 说明该指标有待改进 而对于接近甚至低于最小圆的指标 则是危险信号 应分析原因 抓紧改进 如果某项指标高于平均线 说明该企业相应方面具有优势 各种指标越接近外圆越好 3. 全成本分析企业经营的本质是获取利润 获取利润的途径是扩大销售或降低成本 企业成本由多项费用要素构成 了解各费用要素在总体成本中所占的比例 分析成本结构 从比例较高的那些费用支出向入手 是控制费用的有效方法 在企业经营模拟课程中 从销售收入扣除直接成本 综合费用 折旧 利息后得到税前利润 明确各项费用在销售收入中的比例 可以清晰地指明工作方向 费用比例等于费用销售收入 如果将各费用比例相加 再与一相比 则可以看出总费用占销售比例的多少 如果超过L 则说明支出大于收入 企业亏损 并可以直观地看出亏损的程度 如图9-6所示 图9-6个企业第一年费用占销售额的比例 企业经营是持续性的活动 由于资源的消耗和补充是缓慢进行的 所以单从某一时间点上 很难评价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 比如 广告费用占销售的比例 单以一个10点来评价 无法评价好坏 但在一个10点上 可以将这个指标 同其他同类企业来比 评价该企业在同类企业中的优劣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 很可能由于在某一时点出现了问题 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企业未来的经营活动 正所谓千里之低 亏于乙穴 所以不能轻视经营活动中的每一个10点的指标状况 4.产品盈利分析 企业经营的成果可以从利润表中看到 但财务反映的损益情况是公司经营的综合情况 并不能反映具体业务 具体合同 具体产品 具体项目等明细项目的盈利情况 盈利分析就是对企业销售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分享进行盈利细化核算 核算的基本公式为 单产品盈利等于单产品的各项费用 产品销售收入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分析 它可以告诉企业经营者哪些产品是赚钱的 哪些产品是不赚钱的 在这个公式中 涉及的分摊费用是不能够直接计算到产品服务上的间接费用 比如管理费 维修费 租金 开发费等 即不能直接认定到哪一个产品服务上 需要在当年的产品中进行分摊 分摊费用的方法有许多种 传统的方法有按收入比例 成本比例等进行分摊 这些传统的方法多是些不精确的方法 很难谈到合理 本课程中的费用分摊是按照产品数量进行的 即某类产品分摊的费用等于分摊费用 各类产品销售数量总和乘某类产品销售的数量按照 这样的计算方法得出各类产品的分摊费用 根据盈利分析公式 计算出各类产品的盈利情况 通过产品盈利分析图 可以直观地看出哪种产品是赚钱的 哪种产品是亏损的 其产品各项费用的比例是多少 如图9-7表示 图9-7产品贡献利润5 财务报表分析不论是对于内部的股东 经营管理者 还是对于外部的债权人或者是投资者 财务报表都是企业重要的经济资料 通过分析财务报表来诊断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从而进行自己的行为决策 在这里 我们选择美股收益分析作为切入点 介绍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每年年报结束之后 很多财经媒体都会对上市公司的表现进行优劣排序 选择的衡量指标会有多个 但排在第一位的通常都是美股收益 美股收益是衡阳公司 主要是对外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利润总额除以发行在外的股票总数 在正常年份 企业发行在外的股票数量是相当固定的 所以对于某一特定公司而言 美股收益的分析其实就是围绕利润总额的分析 利润总额是一系列财务计算的最终结果 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利润指标 我们很有必要了解该过程 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 没有必要严格记住计算的顺序 但对于利润构成项目的了解还是很有必要的 也就是说 要知道哪些因素会造成利润的下降 哪些因素会促使利润上升 这样一方面可以分析利润产生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可以判断利润结果的合理性和含金量 利润可以有两种计算过程 其一就是把利润计算视为做加减法 加项为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利润 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和营业外收入 减项为折扣与折让 主营业务成本 三项费用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营业外支出 得到的结果是利润总额 很显然 减项会使利润减少 加项会使利润增加 六 现金是企业的生命之源 一般情况下 除赠予之外 企业财产是要用现金来购买的 对企业的管理经营的最终目的和结果 则是要获取更多现金 虽然现金会暂时表现为机器设备 原材料等形态 但它最终还是要回到现金的状态 没有企业为了买设备而买设备 根本目的是使用设备进行生产 来获得更多的现金 那么在企业中 现金是如何循环和周转的呢? 我们举个例子 某公司刚刚成立 资金来自所有者和债权人 手里的资金需要用于购置厂房和设备 还需要购买材料和雇佣工人 随着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 生产的产品暂时存入仓库 这样 初始资金转化为有形的存货 公司售出产品 存货又变成现金 如果是奢销 则只有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变成现金 这种现金到固定资产 到存货 到应收账款 再回复至现金的过程 就是该公司的现金循环和周转 上面的案例回答了我们以下几个问题 一 现金从哪来? 所有者向公司投入股本 银行向公司提供贷款 二 现金如何流转? 从现金到固定资产 到流动资产 到应收账款 到回收现金的过程 三 加速现金流转的关键点有哪些? 如搞好现金预算 存货控制等 四 资源如何规划? 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 任何一点资金占用过大 都会影响整个公司的资源正常分布 现金是企业的生命之源 现金对现代企业而言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个企业的现金告急 则其经营就到了破产的边缘 过去的巨人集团 在最后的时刻 告急的是资金 德龙在垮崩之前 曾到地下钱庄 开出极高的利息 筹措资金 对于企业而言 在一定的条件下 现金比利润更重要 现金状况影响到企业的生存质量 有许多企业在账面上巨额盈利 但却因现金不足而破产倒闭 有些企业虽然在账面上巨额亏损 却因有足够的现金而得以生存 公司的财务活动 就是现金在公司循环和周转的过程 筹资、投资、鼓励分配 再筹资、投资、鼓励分配 从起点又回到起点 这不是简单的重复 在这个过程中 公司创造了财富 使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收益 这应该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模式 现金管理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尽快取得现金收入 并缩短现金循环的周期 二是保证有足够的现金 来偿还到期的支出款项 并且妥善利用销售收入 七、经营杠杆与经营风险 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 有许多因素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其中有一个影响较大的因素 是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既提折旧的 不论年度生产多少产品 折旧在一年当中是固定不变的 产品成本是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构成 变动成本与年度生产产品的数量直接相关 并且成正比 例如企业有固定资产100万元 折旧年限为10年 每年收回10万元 假设10万元的固定资产 需要销售50万件的产品 才能收回成本 如果企业今年销售40万件 尽管变动成本已经收回 而当年的10万元的固定成本 却不能完全收回 因此 固定成本是刚性的 如果本年度产品销售数量不足 固定成本则不能弥补 因此 某企业的固定成本越高 其销售压力越大 风险就越大 反之 如果企业的固定成本越低 其销售压力越小 风险就越小 为了判断企业承担的风险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指标 来分析企业经营风险的高低 反映固定资产 给企业带来风险的指标 即称为经营杠杆系数 它是用来反映经营风险的指标 固定成本是固定的 但单位固定成本是变动的 当一个企业销售产品数量上升时 单位固定成本下降 利润总额会更大幅度地增加 利润增加有两部分来源 一是由于销售数量增加 所带来的利润增加 另一部分是由于单位固定成本降低 而导致的单位利润上升 带来的利润增加 反之 当生产和销售产品数量下降时 单位固定成本上升 利润会更大幅度地减少 利润减少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由于销售数量的减少 所带来的利润减少 另一方面是由于单位固定成本的增加 而导致的单位利润下降 所带来的利润减少 因此 固定成本越高 企业利润受销售数量影响的波动就越大 反之 固定成本越低 企业利润受销售数量影响的波动就越小 由于销售数量是无法完全控制的 因此 固定成本会对企业的利润造成影响 企业的利润是不确定的 并且利润的变化幅度要大于销售数量变化的幅度 由于单位固定成本的变化 而导致利润的变化幅度会大于销售数量的变化幅度 我们称之为经营杠杆效应 当这种效应造成利润更大幅度的增加时 我们称之为经营杠杆的正效应 反之 当这种效应造成利润更大幅度的下降时 我们称之为经营杠杆的负效应 我们可以通过利润与销售数量变化的幅度 来判断固定资产在企业中所占比例的高低 从而推断出经营风险的大小 这就是经营杠杆系数 经营杠杆系数的公式及分析 经营杠杆系数等于稀税前利润的变动率 销售数量的变化率 经营杠杆系数反映的是 稀税前变化幅度在多大程度上 受销售数量变化幅度的影响 若两者的变化幅度越接近 则意味着固定资产所占比例越小 经营风险也就越小 反之 若两者的变化幅度差异越大 则意味着固定资产所占比例越大 经营风险就越大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 销售数量的增加 会带来稀税前利润更大幅度的增加 即是经营杠杆的正效应 反之 销售数量的减少 会带来稀税前利润更大幅度的减少 即是经营杠杆的负效应 杠杆效应的力度 取决于企业固定资产总额的数量 如果企业固定资产总额越大 均摊到每件产品中的数量就越大 影响也就越大 风险也就越大 反之 如果企业固定资产总额越小 均摊到每件产品的数量就越小 影响也就越小 风险也就越小 对经营杠杆公式进行形式改造 还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表示 经营杠杆等于销售收入变动成本总额 斜杠销售收入变动成本总额固定成本总额 从公式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经营杠杆系数是大于或等于1的 当企业固定成本为0时 经营杠杆系数为1 2.固定成本总额越高 经营杠杆系数越大 经营风险也越大 3.当销售数量仅够弥补成本时 即企业处于盈亏临界点 经营杠杆系数趋于无穷大 8.财务杠杆与财务风险 财务杠杆是指企业在筹资活动中 对债权资本的运用 财务杠杆是专业术语 其实,筹资杠杆、负债筹资、负债经营等 都是财务杠杆的同一词 财务风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财务风险是指企业的整个财务状况 给企业所带来的风险 而狭义的财务风险则专指筹资活动 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企业筹措的资金从性质上分为权益资金和债务资金 一般情况下 权益资金是没有到期日的 也没有固定的利息负担 通常被视为无风险资金 所以,财务风险 其实专指负债筹资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与固定资产相同的是 在一定时期内 利息总额也是相对固定的 但当税税前利润发生变动时 每一元税税前利润所负担的利息费用却是变动的 从而最终使得税后利润的变动幅度大于税税前利润的变化幅度 这种现象被称为财务杠杆 具体来说 当税税前利润增加时 每一元税税前利润所负担的利息费用就会减少 从而使税后利润更大幅度地增加 这称为财务杠杆正效应 反之 当税税前利润减少时 每元税税前利润所负担的利息费用会随之上升 从而使税后利润更大幅度地下降 被称为财务杠杆负效应 很显然 税后利润相比税前利润更大幅度地变动是利息所引起的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由于利息的存在会增加税后利润的不确定性 从而增加企业的风险 概括地说 企业把钱投入生产经营之后 是不区分钱是自己的还是借来的 不同筹资渠道所筹错的资金被使用 形成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 当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等于利息率时 就意味着债权人所获得的收益 正好等于他提供的资金在企业赚取的回报 股东也同样获得他的自有资金赚得的那部分报酬 当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低于债务利息率时 债权人仍然要获得固定的收益率 这就意味着股东得把自己的资金所获得的收益贴不给债权人 股东资金的最终报酬率要低于总资产收益率 低的程度取决于债务资金在总资金中所占的比例 负债比例越高 股东资金所获得的最终回报率就会越低 但如果总资产收益率高于债务利息率 债权人同样只获得固定的利息率 那么所剩余的报酬归股东所有 必然会提高股东资金的最终报酬率 使股东的自有资金收益率高于总资产收益率 这就是财务杠杆效益 我们可以看出 企业总资产收益率是影响企业筹资结构的重要因素 总资产收益率越是高于利息率 企业就越应该加大债务筹资的比例 减少股权筹资的比例 反之则应减少债务筹资的比例 加大股权筹资的比例 形象地说 我们可以把财务杠杆效益比喻成借鸡生蛋 某人很会养鸡 一个鸡能生八个蛋 如果这时有人愿意以每月还四个蛋的条件把鸡借走 那么这位养鸡高手一个月就能白吃四个蛋 但如果借鸡者是个养鸡的庸才 他养的鸡一个月只生了两个蛋 那么他这个月白辛苦一场不说 还要再买两个蛋还给借鸡的人 如果这个月鸡不仅没有下蛋 反倒给养死了 那么借鸡者除了要买四个蛋之外 还要买只鸡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如果从财务的角度去解释这个借鸡生蛋的故事 也就是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内容 从借鸡生蛋的故事以及其财务内涵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企业盲目负债经营是不理智的 如果没有能力获得高于利息率的利润率 那么负债给企业带来的只能是损失 所以对于盈利能力低的企业 应该减少负债甚至无负债 同样 企业一味地追求零负债也是不明智的 如果企业有按期还本负息的能力 那么负债就真正能发挥借鸡生蛋的作用 企业就能在自有资金很少的情况下 快速地积累 提高积累的速度 缩短扩张的时间 财务风险是一个中性词 表达的就是一种状态 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 如果其经营能力较强 其财务风险还是高的 因为财务风险是一个事实 只不过这种财务风险 对于经营能力强的企业来说 不会实现 风险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受损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企业受益 当企业经营能力强的时候 高风险使企业受益 当企业经营能力差的时候 高风险使企业受损 九 总杠杆财务杠杆指的是 税税前利润与销售数量的关系 经营杠杆指的是 税后利润与税前利润的关系 两者的结合 总杠杆就是税后利润与销售数量的关系 总杠杆的作用程度可以用总杠杆系数来衡量 它是经营杠杆与财务杠杆的成绩 反映的是销售变动导致的每股收益变动的幅度 体现的是企业的总体风险 企业要控制总体风险 要将总杠杆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内 关于总风险和总杠杆 人们应该有以下认识 第一 总风险受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的共同影响 并与两者是正相关的关系 第二 如果企业要将总体风险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内 就意味着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是辞涨比落 辞高比低的 经营风险高的企业应该选择财务风险低的财务结构 极低负债 反之 经营风险低的企业可适当增加其财务风险 提高负债水平 在现实当中 企业的经营风险是不容易改变的 例如 一家企业在本行业中的地位并非短期内可以改变的 因此 企业的经营风险在一定时期是刚性的 是一种应约束 但是 在沙盘游戏中 各组的经营风险是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的 这就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的经营风险来确定财务风险 依据企业的经营能力来确定企业的负债水平才是比较科学的 第三节 企业综合视角评价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往往习惯于用财务指标去衡量一个企业的业绩表现 但财务指标是一种滞后的指标 不能指示出企业的未来 并且会导致企业管理人员严重短视 阻碍对未来发展的投资 使公司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企业决胜、评分在模拟实训课程中 企业评价如何接近企业的真实价值 并且反映企业未来的发展和成长性 需要集中体现在总成绩计算法中 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 定义了企业决胜的算法 总成绩等于所有者权益成 一家企业综合发展潜力 100企业综合发展潜力 要综合考虑 企业目前的资产状况 产品研发水平、市场 所取得的认证资格等 二、平衡计分卡传统的 基于财务报表的业绩评价制度 大多数离不开对财务指标的分析 虽然它们有助于认识企业的控制能力 获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 但它们只能发现问题 而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 只能做出评价而难以改善企业的状况 在现代市场竞争环境下 各种不确定因素对企业前景有着众多影响 仅仅对一些财务指标分析 已经难以满足企业经营管理需要 为了使企业能够应对顾客 竞争和变化 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评价必须突破单一的财务指标 采用包括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多元化指标体系 由此引发了对企业综合业绩评价制度的强势需求 综合业绩评价制度 BSC The Balance Scorecard 平衡计分卡是Kaplan和Norton等人 从1990年开始进行的一个实地研究项目 目前已经在美国很多企业 政府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应用 如图9-8所示 平衡计分卡包括四个角度 即财务、客户、业务流程以及学习与成长 通过这四个方面的协调及相互影响 能引导企业管理层对企业发展战略做全方位的思考 确保日常业务运作与企业远景和经营战略保持一致 图9-8平衡计分卡综合业绩评价制度 将结果如利润或现金流量与原因如顾客或员工满意 联系在一起 财务是最终目标 顾客是关键 企业内部业务流程是基础 企业学习与成长是核心 只有企业学习与成长了 才能持续改善企业内部业务流程 更好地为企业的顾客服务 从而实现企业最终的财务目标 综合业绩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在于将战略 过程和管理人员联系在一起 提供一种综合的计划与控制系统 它是一种将超越数字的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相统一 将财务、货币、指标与非财务、非货币、指标相结合的革命性的业绩评价 也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业绩评价制度 三、选择战略 在企业经营模拟课程中 企业管理层通过市场预测资料 获得一定时期有关产品、价格、市场发展情况的预测资料 结合企业现有资源情况进行战略选择 在此举几个例子 一、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公司 规模、大公司或小公司 生产什么产品、多品种、少品种 市场如何开拓许多市场、少量市场 努力成为市场领导者还是市场追随者 为什么 二、我们倾向于何种产品 何种市场 企业竞争的前提是资源有限 在很多情况下 放弃比不计代价的掠取更明智 因此需要管理者做出决定 有限的资源是在重点市场、重点产品投放 还是全面铺开 图8至8几种可选生产设备比较 三、我们计划怎样拓展生产设施 有四种生产设施可供企业选择 每种生产设施的购置价格、生产能力、灵活性等属性各不相同 企业目前生产设施陈旧落后 若想提高生产能力 必须考虑更新设备 图9-9对四种可选设备进行了比较分析 四、企业计划采用怎样的融资策略 资金是企业运营的基础 企业融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发行股票、发行债券、银行借款、应收账款贴线等 每种融资方式的特点及适用性都有所不同 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应结合企业的发展规划 做好融资规划 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控制资金成本 第九章 仿真企业经营绩效评价与分析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十章 ERP沙盘模拟经营 对抗比赛经验与技巧